唐军东出统关 还没有和王世忠正面对决 就已经在天时 地利 人和上占了先级 而唐军统帅又是能争善战的李世民 那么这次唐朝军队征讨王世忠 会议分风顺满 请继续收看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隋唐风云第21集 出征洛阳 唐军从同关以东 到了洛阳城城下 王世忠想挫敌锐气 于是他率领军队也是倾巢而出 双方隔着一条溪水 摆开阵型进行对峙 这个时候王世忠出来进行阵前的喊话 这两个人的对话 这番对话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王世忠对李世民是这么说的 他说随莫丧乱 群雄逐鹿 李唐 还有我的郑政权 各有分野 对吧 本来井水不犯河水 没想到 你却率军 来东侵 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现在你来究竟是何目的 而且你 这个劳师远征 千里运良 可以成功吗 王世忠是这样的一番话 你看王世忠这个话的语调 这个语气 两层含义 一个 他那个心理完全是割据军阀 对割据军阀的那种心理 他这番讲话的核心意思 就是希望你我双方 相安无事 对吧 井水不犯河水 这样是最好的 第二层意思呢 你看他后面 还有点教训秦王李世民的那个架势 你要知道 秦王李世民那阵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王世忠觉得自己啊 那是一员老将 因此王世忠啊 还有点教训小孩子的意思 这个时候 秦王李世民朗声回答 你要知道 秦王李世民这番话 你看一下 他这个口气啊 那就跟王世忠是大不一样 李世民完全是以皇帝特使 皇帝大使的那种心态 居高临下 教训这个王世忠 李世民这么回答 说 现在全天下都承认我唐为正硕 只有你 王世忠 民蛮不灵 阻碍生教 现在东都人民 都在翘首以待王师的到来 所以我现在劝告你 早早投降 尚可保存性命 你看 李世民的这番喊话 那完全是居高临下 调民罚罪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实话 他们两个人呢 你应该可以看得出 他们两个人这个说话的心态 不一样 王世忠说话 其实缺胆气 缺自信 而李世民能看得出 信心满满 所以说从这时候 大概胜负关系 从这番讲话当中 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但是 在战役正事实施之初 李世民呢 还是很谨慎的 不是说我有胆气 我就猛打猛出 不是这样的 作战谨慎 这是李世民一生的一个特点 尤其对待王世忠 更需要谨慎 因为什么呢 第一 王世忠的兵力也不算少 第二 王世忠也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 这么多年打出来 这个人连瓦岗军都可以战胜 岂能小事 所以 李世民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 将大营驻扎下来之后 李世民将自己的军队 分出了很多股小部队 让他们不断地 在洛阳城的外围 四处去进行西扰 而且呢 这种西扰有个啥好处呢 到处去刺探一下军情 能够找到敌人的薄弱之处 事实证明 他的谨慎很有必要 王世忠再说日泊西山 那也是一个垂死的老虎 那最后的力量还是有的 所以李世民呢 在战场上 在这场对王世忠的战斗当中 李世民不止一次的遇险 要说李世民这人也有意思 他这一生在战场上多次遇险 但是就是在这场洛阳战役当中 他遇险的次数是最多的 而且相当相当的这个危险 比方说 这个有一次 他要与这个王世忠的军队进行对战 你要知道 李世民特别重视情报工作 而且我发现他好像 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对这个战场上 叱吼得来的情报啊 不够信任 所以总是亲自率领军队 率领小股部队出去侦查 结果这一次 他呢又带领人去侦查 但是这次格外的惊险 怎么回事呢 他狭路相逢 在一条窄道上 他与敌人相遇了 而这回呢 第一他遇到的是敌人大部队 第二你要知道 敌方的前锋是谁啊 是猛将善雄信 所以这一仗啊 非常的这个危险 李世民的部下拼死的抵抗 边打边退 但是很快就有一种 力不能支的这个感觉 而李世民则镇静自若 他让手下人说 你们先撤 我来断后 然后他拿起弓箭 弯弓搭箭就射过去 连发连中 结果敌人呢 一时之间被吓住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然后又重新纠集起来 继续猛扑过来 最后李世民就这样 且战且退 终于算是逃脱了敌人的魔爪 而且呢 还升勤了敌人将领一人 此时又传来了一个消息 就是襄阳一带 也投降了李唐 而且呢 王世冲的魏州刺史石德瑞 率领着启州 夏州 陈州 也投降李唐了 这些都是些 很好的利好关系 而李世民也加紧了 对洛阳城的围攻 这个包围圈啊 越来越小 但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遇险了 哎呀 李世民呢 作战太勇猛 经常身先士卒 所以呢 他这个遇险呢 简直成了这个家常便饭 这一次 这个遇险地点在哪呢 在洛阳的这个北盲山上 他当时登上了北魏宣武帝警陵 那个地方是个制高点 他登上那去之后 瞭望敌阵 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 你站得高望得远 那人家也 看你也看得清楚 所以 王世冲啊 敏锐地判断出 在那上面的 一定是唐军的重要人物 所以他就率领着军队出来 想围谱这些唐军 带头的又是善雄信 结果这回好 敌军行动相当迅速 竟然就把李世民一行啊 团团地就给包围住了 然后李世民 他们就奋力地往外冲杀 善雄信呢 勇猛无比 他来追击这个李世民 结果 这一次追击 你知道危险到何等程度 善雄信从骑着马 从后面追这个李世民 追上了之后 用那个朔来刺李世民 那个朔尖啊 已经距离李世民的背后啊 怎么说呢 几乎都已经马上就顶上了 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玉石静德 从鞋刺里冲杀了出来 一毛就刺伤了这个 善雄信 善雄信受伤 敌军稍稍地就往后撤 那么玉石静德 护着这个李世民 就往后退 这个时候 唐军屈突通 率领着唐军主力部队赶了上来 然后玉石静德 把李世民安顿好之后 玉石静德和屈突通 反过身来 冲入敌阵 这下子敌人大败 被斩首上千人 而且呢 在战场上还俘虏了 王世冲手下的排朔兵六千多人 敌人有一个大将叫陈志略 也被俘了 哎呀 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玉石静德呀 刚刚归顺唐军不太久 结果玉石静德 就立下了这样的不适之功 救了李世民一条命 所以李世民呢 非常的这个高兴 玉石静德 赠了一切金银 一切就相当于我们说着 这一筐 一筐金银 那么此时啊 王世冲几次前哨战都受挫 而且地盘也在逐渐的这个缩小 所以他感到自己啊 已经力不能支了 压力 隔着现在来 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 就压力山大 对吧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王世冲突然之间 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强心计 王世冲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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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